课堂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本课的语法部分内容 今天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语法点呢 它藏在这一张照片当中 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单元的主题 Voyage,旅行 Alors, suivez moi et faites un petit voyage dans cette photo 大家跟着我一起在这张照片当中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旅行吧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Qu'est-ce que vous voyez dans cette photo? 你们在这一张照片当中看到了些什么呢? Qu'est-ce que vous voyez dans cette photo? 那我们可以怎么回答呢? D'un cette photo, je vois 你看到了哪些东西? Je vois un lac 首先,有一个湖,对吗? 那在湖的右手边呢 Il y a une petite forêt 有一个小森林 Une petite forêt Et quoi d'autre? 还看到了什么呢? Des montagnes 在远处啊,有一片山脉,对吗? 所以呢,我们可以完整地表述一下这句话 D'un cette photo, je vois un lac, une petite forêt Et des montagnes 而这张照片当中所展示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了 那么接下来呢,允许我来当一回导游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里的风景吧 Eh bien, tout le monde Voici le lac vert Et le mont Canigou Regardez ces montagnes Ce lac Cette forêt Et écoutez ce silence 很简单的一段话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Voici le lac vert Et le mont Canigou 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的是 Le lac vert Lac是湖的意思 那Vert呢,是它的名字 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绿湖了 Le lac vert Et le mont Canigou 还有卡尼古风 Le mont也是用来指山的 那它和我们之前讲到的 Montagne有什么区别呢 Montagne呢,指的是山脉 而mont指的则是其中的一座山峰 那这里我们看到的呢 其实是 Le mont Canigou 比利牛丝山脉 而Le mont Canigou 卡尼古风呢 则是比利牛丝山脉的最高峰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 就是位于法国南部的 比利牛丝山脉了 Voici le lac vert Et le mont Canigou 那接下来的一段话里呢 就包含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 Regardez Simontagne 看看这一片山脉 Ce lac 这个湖 Cette forêt 这一片森林 Ecoutez Ecoutez Ce silence 一起来听一听 这一片宁静 Le silence 安静 宁静 好 相信同学们通过这一小段话呢 已经知道 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是 哪一个 或者说 哪几个词了吧 就是 Ce montagne Ce lac Cette forêt 和Ce silence 这里出现的几个指示形容词 那他们的意思呢 很好理解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 或者这些什么什么 他们呢 属于限定词的一种 可以用来指示某样东西 表示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或者那个 它的原型是 只是形容词 Ce 但是当它出现在 不同的名词前面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过的 在阳性单数的名词前呢 用Ce Ce lac 不过啊 其实它还有 另外的一个词形 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看这一幅图 假如 现在从这一片树林里 突然窜出了一个动物 动物在法语当中 叫做animal 对了 和英语里的评写 是一模一样的 animal 嗯 突然窜出来 这样一只奇怪的动物 大家可能会惊呼 啊 Ce quoi Cet animal 这个是什么动物啊 Ce quoi Cet animal 这里呢 就用到了 只是形容词的 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 Ce U T 它用在什么样的名词前呢 我们可以通过animal 来找一下答案 animal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那为什么 它的前面 不用C 而用Ce U T Cet animal 嗯 同学们应该已经猜出来了 因为animal 它是原音打头的 所以呢 这个Ce U T的形式 就会用在 以原音 或者哑音二十打头的 阳性单数名词前了 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非常完整的掌握了 指示形容词 S 它的一些形式和用法了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只要记住 根据它所限定的 名词 不同的阴阳性 和单复数的区别 选择适当的形式 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几个简单的小练习 来巩固一下 比如这一句 Qui son 什么 Person 这些人 是谁呀 那么 这些人 Person 是负数的形式 所以这里 应该填的是 C Qui son C Person 这些人是谁呢 Un autre exemple Je connais Congue Acteur C'est Le Bardieu 我认识这一位演员 他是 Le Bardieu 德巴迪奥 主名的 大鼻子情圣了 那这里应该填 指示形容词穗的 哪一个形式呢 Acteur 是阳性 单数的名词 但是呢 他是以原音打头的 所以为了翻译的方便 我们应该填的是 C E Je connais Cet Acteur C'est Depardieu Et 什么 chanteuse C'est Laurie 而这一位 歌手呢 她是 Laurie 这是一位 法国的著名 女 歌手 Une chanteuse 那么 是阴性 单数的形式 所以我们应该填的是 Cette Et Cette chanteuse C'est Laurie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再掌握好了指示形容词 Cette 这种用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另一种 更加具体的限定词 这个词呢 我们在上几节课当中 其实见过 还记得讲到法国人敬酒 干杯时候的祝福语 有这样的一句 为你们的身体健康 为我们的友谊 而干杯 这里的Vot和Not 分别指 你们的 或者我们的 它们叫做 主有形容词 也是限定词的一种 那这样的限定 是不是比 这个 那个 更加的具体一些呢 那既然我们的人称 有八种形式 主要形容词呢 也有八个人称的区别 首先 我的 它呢 有三种形式 诶 同学们猜一猜 为什么一个我的 会有三种形式呢 那比如 我的书 Mon livre 我的汽车 我的朋友们 他们的区别 同学们也可以看出来吧 用在不同词性的名词前面呢 它也有不同的形式 分别是 Mon 那你的呢 一样 Dong Dat D Dong livre Davodure Des amis 接下来是 他的 注意 法语里呢 不管是 男他 还是 女他 它们的 所有形容词形式 都是一样的 都是 Son Sa C Son livre Sa Voiture Cesami 所以呢 我的 你的 他的 我们就有 九种形式 Mon Man Dong Dat Son Cas C 还是很好记得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呢 Notre Notre No 用在阳性名词前 Notre livre 我们的书 音性名词前 Notre Voiture 我们的车 而复述的名词前呢 则用 Nos Nos amis 我们的 朋友们 相对的 Votre 也是一样的 Votre livre Votre voiture Vos amis 最后 他们的 不管是 男的他们 还是 女的他们 我们都用 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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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re Leur Votre Leur Zami 注意 用在 副数名词前的时候呢 Leur 要加一个S 所以 最后我们得到 这样的一张表格 这就是 我们法语当中的 主有形容词了 一起来 做个小练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 记住 这一些 主要形容词的 各个形式 不过呢 接下来 还有一点 需要给大家补充的 根据我们刚才 所学到的内容呢 如果 要限定的名词 是一个 阴性的 单数名词 那么 它前面的 主要形容词 根据不同的人称 我们应该使用 ma da sa notre votre leur 对吗 也就是 最中间的 这一列了 不过呢 又有一个 特殊的情况 比如 你的朋友 邀请你 去他的 大学参观 大学 université 它是一个 阴性的 单数名词 那么 它可能 会这样 给你介绍 voici mon université 这就是我所就读的大学了 有没有觉得 哪里有问题呢 在阴性 单数的 université前面 它用的却是 mon 而不是 ma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正确的说法是 voici mon université 错误的说法是 voici ma université 又是为了发音 对吗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也要记住 如果 ma da sa 后面所跟的 音信 单数名词 是以 原音 或者 亚音 h开头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使用 mon don son 这样呢 可以在发音上 跟它有一个连颂 所以是 mon université don namie 你的一个女性朋友 don namie son enfance 她的 童年 enfant 是小孩的意思 而enfance呢 音信 单数的名词 指的是 童年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 don mon enfance 在我的童年里 也就是 在我还小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don mon enfance 而她的童年呢 则是 son enfance 这就是我们在学习 主有形容词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的看一看 本课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个 第三组动词 这个动词呢 非常的简单 她的原型是 prendre 我们在哪里见过她呢 之前讲到 吃一日三餐的时候 我们不能直接说 manger le petit déjeuner manger le déjeuner ou manger le déjeuner 而应该用 prendre 来表示 prendre le petit déjeuner prendre le déjeuner prendre le déjeuner 所以这个prendre呢 其实它相当于 英语当中的 take 那它不仅可以用来表示 吃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表示 乘坐某一种交通工具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prendre 所以乘坐地铁 prendre le mitre 乘坐火车 prendre le train 乘坐汽车 prendre la voiture 如果我们要用动词 加边语的形式 来表达乘坐某样 交通工具呢 就可以用到prendre这个词了 那么它的边位形式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学到的 apprendre comprendre 都是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 也可以自己来做一做 应该是 je prends du prends il prends elle prends nous prenons vous prenez ils prennent elle prenne 而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是 pris pris prise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词 打和汊 我们下节词